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到了今曲《羊羽情》 歡迎大家,我叫Jordan,跟大家說一聲,歡迎 過去這個星期,當然發生了很多大事 首先就是歐洲退歐事件 文翠珊因為這個退歐事件很嚴重 因為她說我已經商議好了 其實她的保守黨的同事就說 你這樣不是,你這樣賣國求榮 給歐洲的優惠優惠,歐洲、歐盟 叫做退歐了嗎? 而且你這樣所謂的退歐 其實完全沒有自己的尊嚴 男人也要說尊嚴 做國家也要說尊嚴 另外就是彭斯和習總在APEX見面 習總說完,叫人家不要開放 不要封閉,那些廢話 不是廢話,對不起,說錯了 我自己掌嘴才行 是笑話才對 中國叫人家不要封閉,不要單邊主義 這些完全是笑話 誰知道彭斯大巴大巴刮他的死人頭 他說 你還好說 誰搞單邊主義 誰搞封閉 誰一帶一路是一條不歸的死路 彭斯在這裏 接下來這個月尾 據聞,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現在不斷說 G20高峰會 特朗普又會在阿根廷見面 到底會不會成事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今天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開始差不多了 但當時也說過了這兩年 其實整個世界都有幾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退歐 英國退歐是一個,如果大家回想起來 是一件很大的事 因為歐盟在七十年代一直搞下來 由羅馬條約 然後一直去談 初初是歐盟的兄弟聊聊聊 大家搭肩膀想著抗衡美洲 或者抗衡亞洲 搞著搞著搞著 怎知道英國竟然說會走路 為什麼呢 然後出了這個大西洋這邊的 特朗普上台就搞另一邊 就搞這個 退出聯合國那些 所謂的 這個叫做什麼 聯合國那些叫做人權 人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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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的組織 人權的 所謂的 另外就是 退出氣候的 巴黎協議 當然 左膠當然是罵 罵那些 所謂的退歐的英國人 說那些退歐的英國人 沒有常識 另外那邊也是 總之支持特朗普 你看看特朗普 這些就是沒有常識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這兩年 我經常在這個節目 要說 變態左膠 或者左醫師在左膠診療所 直接特地做的節目 來招呼他們 是為什麼原因 我今個禮拜這個節目 跟大家聊聊聊 這個源頭在哪裡 有什麼問題 社會出了這個世界 出了什麼問題 先播一首歌給大家聽 這首歌就是 同一位作曲作詞的 是一個美國人 叫Janice Ian 但很奇怪 這位女士竟然沒有唱過這首歌 她沒有出過這首歌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她應該只是在演唱會唱過 她作了這首歌 給了一個日本女 因為她在沖繩出生長大的 又懂得說一些很流利的英語 所以給了她唱 因為當時她倆屬於CBS Sony的旗下 因為大家聊天 講英文 懂得說英文 當然是高等日人 聲聲相識 給了這位少女 當時的所謂少女 叫南沙漬 她唱了這首歌 她不單是唱這首英文版 還改了一個 在1976年 改了一個 將她的詞 改了日文 叫《哭一的妖精》 改了一個 後來1979年 徐小鳳又唱了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湯正村作詞 我現在播這首歌 當然 我又播了徐小鳳的版本 不用看我的節目 大家也明白 這是2013年的版本 看看大家猜不猜到唱歌是哪位 這個叫做深秋立流頭 這首歌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其實就是呂山重唱 2013年的深秋 因為香港開始有些秋意 深秋立流頭 我想起這首歌 因為那位南沙漬的女生 1976年 其實她唱的英文版本 很漂亮 她唱得很漂亮 當時的版本很漂亮 不用急 一會兒我會播給大家聽 其實過去這幾年 整個歐洲 默克萊夫人 大量引入所謂的非法移民 不是移民 移民 現在人們經常在混淆視聽 左膠 經常說你們不讓移民 不是移民 那些不是移民 一個人完全沒有審批過 你會不會打開門 我經常說座家很簡單 你經常叫做開門 你會不會自己家裡 拆了自己家裡 潛門 晚上不要鎖 任人出出入入 或者招呼不熟悉的人 三寶人 三寶人在你家裡住 你不會 如果你認識 你可以叫他寫信給我 告訴我 因為我是住在天橋底 所以可以搬到他家裡住 那些左膠就不是 就是大愛包容 叫你大愛包容 叫你打開門讓別人進來 事實上這個世界沒有這些事情 所有移民都要經過審批 我們國家需要什麼人才 或者不需要什麼人才 需要多少錢 或者才可以移民 投資移民 沒有理由隨便收藏 那些爛仔 黑社會 罪犯 甚至是一些恐怖分子 而且不是為數 不是一千幾百個 或者一萬幾千 或者十萬八萬 只是說百多二百萬人 那你在這種環境 有什麼可能就是沒有可能 首先 萬惡歸宗 EU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來回到第一次大戰 我們現在談談的UN 今天談談這個機構 UN大家都知道 中文叫聯合國 United Nation 其實這個條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是1942年 在打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1942年1月1日 盟國 當時美國的羅斯福總統 就說 我們這個同盟俗心國 我們叫做United Nation 打完仗 打完仗 1945年的時候 大家就坐在一起 那時候 1942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United Nation只有26個國家 但打完仗 有50個國家 坐在三藩市 就談聯合國的組織 聯合國的憲章 一起寫起這個憲章 為什麼會有這個聯合國打完仗 大戰有聯合國出來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之前說過 人類社會 原始的社會是什麼 野蠻 所謂野蠻的社會 原始的社會是什麼 就是以力服人 就是說我跟你說不行 怎麼辦 就說手 很簡單 聖者為王 敗者為寇 就說完了 沒有道理好說 就是說 哪個大隻 哪個大力 或者哪個人多 或者打贏的就是贏 就是對的 打輸打錯 就是錯的 但是 到了一個文明 進化到文明 就是什麼 文明就是 我們不是用武力 或者用殺戮去解決問題 而是用道理 就是說 我跟你們有些事情 大家看法不對 那怎麼辦 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不要打來打去 用以力服人 所謂的坐在那裡 大家談到他 所謂三口二面拆 本來的意願是好的 所以為何我今天要講這個故事 就是告訴大家 所有這個世界上良好的意願 西人說是沒錯的 就是說通往地獄之路 往往是用最良好的意願去鋪躁 往往是良好的意願 是不會達致一個所謂的良好的效果 就是說 一個人記得住 有良好的意願是不夠的 最重要的是看到那個效果 聯合國真正正證明了這個事實 因為1945年的聯合國開始 直到今天,七、八十年,大家就知道聯合國今天是搞成什麼壞灘子 本來的意願很好,本來的意願就是希望大家自從日正之後 因為我們有這些高度的殺人武器,發現了原子彈之後 如果大家以後再以武力,隨時人類就會滅絕 不如這樣吧,我們幾十個國家,大家一起坐在聯合國 大家有一個憲章,大家談妥他 有什麼事的時候,打架也好,談妥他 醫院是很好的,但後來發展情如何? 今天大家心中有數,發展是一回事 所以大家記住,左膠往往都是這樣的 他表面看的很多東西,譬如環保、平等等 所有表面看,想說好的東西 其實到了最終極,你會發覺是行不通 而且往往是好心做壞事 說到這裏,再給大家聽一首歌 為何要給大家聽一首歌呢? 因為這位作詞人今年今年過了新十五年 我想起他,為何呢? 因為上星期我播了一首歌 上星期我講1959年的時候 有些事情都漏了,沒有跟大家說 因為時間太匆匆 1959年的時候,香港大概有多少人呢? 大家猜一下,280萬人口 280萬左右 只有1% 記住,1%是外國人 即是英國人、法國人、葡萄牙、澳門仔 只有1% 所以你看看英國人怎樣管治香港 1959年 同一年,那時候工人協會 所謂勞工團益 勞工的階層 爭取8個小時 即是每一天工時8個小時 當時當然不是 爭取的 上星期我播了一首歌 叫做Dale Dale 大家都知道 1956年 1957年的時候 上星期我沒有詳細說 方正音出了一個版本 叫做《香蕉船》 又是司徒明 馮馮三先生作詞 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也是 香港當時 因為最早那些 西樂 很多時候是 第一個版本 很多時候是國語線 因為國語那班人 在聖約翰 在上海 北京 可能是大學生 田池那些 所以他們平時聽習慣西洋音樂 流行曲 第一時間就改為國語 接著到1959年 即是兩年之後 才是周聰 我們語蘭谷之父 改為高歌喜舞 再過兩年之後 又有鄭君綿鄧碧影的一身藝 後來徐小鳳 1978年又重唱過方正音那首《香蕉船》 因為他挺喜歡方正音小姐的巨民 直到1990年還有梅艷芳那首《香蕉船》 為什麼我想起這首歌呢 因為今天播放這首歌 又是跟方正音小姐有關 其實方正音很可惜 因為他是1931至1959年年小小 即28歲左右 在青山島遇到奢禍小小 其實聲音不錯 這首歌就是 本來是1954年的歌 1955年又是一樣 馮鳳三 即是司徒明 又填了一個國語版本 叫《賠一個禮》 大家都猜到 一個女人唱一首歌 叫你賠一個禮 當然是做了壞事 要傻想道歉 麻甩老人 向女人道歉 但這首歌 填詞的林鄭強先生 將這首歌填了另一種方式 我覺得這首歌的匠心獨運 填得非常好 而且唱歌的這位仁兄也是 將這首歌唱得活色生香 這首是1982年林鄭強主唱 鮑比達編曲的《投降霸》 林鄭強的《投降霸》 為何會想起這首歌呢 當然與方正金小姐有關 亦想起今時今日的聯合國 因為他變成了在戰後 到今時今日 差不多70年之間的事 變成了一個龐延大物 一個龐大的機構 他反過來操縱了國家 可以說是凌駕於國家之上 其實與EU有一點相似 我稍後再會詳細說 首先講到他初頭成立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就是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和中國 問題是什麼呢? 本來他初頭成立的時候 當然是想要做朋友 但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不久 美蘇就交惡了 就有一個冷戰就開始了 一二大戰之後不久 後來就發展到韓戰 再去越戰 再去古巴危機 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聯合國在逃具其名 即是說 國安本來打算大家和平和平 整個概念是打算和平 不要打仗 打少一點仗 大家可以坐在桌上 聊天 喝杯茶吃個包 誰知道這個世界原來不是 說來說去 那些混蛋 永遠都是 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不想商量 而是野蠻獨裁的國家不想商量 所以我經常都說 大家要認清楚 不是美國、英國、歐美國國家 而是主要問題出於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國家的人 那些人是不獨講和你講道理的 簽了一些協議又可以當不是的 所以才令到這個世界很複雜 即是說 你有良好意願想和別人聊天 沒用的 那些賊會不會坐在這裡和你聊天 你說大愛包容 他會不會不打劫你 不強姦你 不非禮你 或者不捅你幾刀 不會的 那些傻逼才會經常和別人說大愛包容 好了 聯合國很長一段日子 當然受到攻擊 受到非議 錢每個國家都要付 所以很後來中國很聰明 就知道收買一些阿非拉兄弟 阿非拉兄弟加入聯合國 他們就可以投票 所以但凡些票是對中國無益的 他們就可以去否決 因為逢親常任理事國 那五個常任理事國 是可以有所謂的否決權的 即是任何提議交上去 這五個我剛才說的五個國家 他不想說 立刻可以將整件事否決 好了 問題就來了 七一年大家都知道 台灣被中國借助阿非拉兄弟 所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那些收買的國家 就像今天一打一路 類似 當年更慘 只是付錢 沒有建設 今天都可以勒索回頭 其實表面說付錢 其實過水濕腳也沒有 然後轉頭就找個承索套回人家的頸 現在高招很多 聰明了很多 好了 於是七一年的時候 台灣被人淘汰出局 於是就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那又如何呢 其實現在有些人罵 特朗普 又說特朗普退出巴黎人權委員會 其實在1984年的時候 列根也曾經退出過 退出過那個時候 就是聯合國科教民組織 大家都經常聽到 尤其是旅遊人士 很流行說的 科教民組織 這個又是科教民特別的 什麼什麼 因為不想付錢 因為其實聯合國 已經變成一個 美大不調的官僚架構 那些混蛋在聯合國 因為中國只是開會 喝飲食食 嘻嘻嘻嘻嘻 即是由早到晚 即是在那裡 其實說得不好聽 就是混蛋 混蛋混蛋 混蛋混蛋 什麼都做不到 OK 實情又沒有東西 吹完水 然後散會 然後又可以去喝酒 只是全世界所有國家 埋單 給錢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 變成這樣 這個不是叫United Nation 應該叫United Nothing 即是聯合 什麼都聯合不到 不是聯合國 是什麼都聯合不到的一個組織 好了 聽完這首歌 稍後回來 第二節再跟大家說說 聯合國的那些 種種 沒有鬼用的東西 這首就是剛才林子祥的首 《投降霸》的原裝英文正版 大家應該很少聽到 其實是1954年 Tutley D. Laverne Baker主唱 大家細心留意一下 看看與《投降霸》有什麼分別